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将录制一个为期 总课时大约在5小时左右的 JQuery的课程 这个以下呢是课程大纲 首先第一节 也就是本节 我会介绍一些安装入门 会让教大家如何写Hello World 之后呢 我会进入选择期的初阶使用和高阶使用 接下来会介绍事件 就是Invent 类似Gioscript Invent的处理 然后第五节会讲 Dome的一些常用操作 常用的JQuery的一些函数的使用 之后呢 我会讲就是动画效果 也就是JQuery UI的 如何用JQuery UI来做一些基本的动画 第七节呢 会讲Ajax 也就是现在各个网站上特别流行的一种 异步请求 在不刷新网页的情况下 从Server端 从服务器端请重回数据 并且在前端进行Render 进行渲染 第八节 第九 第八节呢 我将会介绍一些JQuery UI的Widget 也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Plugin 或者就是 一些插件 JQuery的插件 JQuery的插件 其实很强大的 可以完成很多 可以用一些别人已经写过的代码来完成 你想要实现的一些任务 一些功能 第九节呢 我会着重一节课的时间来讲一些JQuery的编程规范 我觉得编程规范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事情呢 在初学者需要注意 注意的或需要避免的一些 一些常见的错误 我会用一节课来介绍 在第之后的几节课呢 我会 进行一个实践课 就是教大家如何用JQuery和Loto和那个Brother的就是浏览器的Local Storage 用写一个to-do list的网页应用 这个也就是一般的初学者常编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Android的一些入门课程也会编一个to-do list的应用 好 这就是我们的课程介绍 下面呢 我们来进入本期课程 本期课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初步的入门课程 主要向大家介绍什么是JQuery JQuery的一些优点 一些好处 并且教大家如何使用它 如何简单的写一个Hello World的应用 Hello World的程序 这也是我们编程的一个套路了 无论我们学习C语言还是Java 我们最初都会写一个Hello World 今天我也会教大家写一个Hello World 首先呢 第一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JQuery 简单介绍一下JQuery呢 就是基于JavaScript的一个脚本库 这个脚本库呢 能够帮助我们完成 基本的 不是基本的 完成基本上全部的JavaScript的编码逻辑 并且实现我们想要的业务功能 并且呢 它有个最好的优 最大的优点就是 JQuery呢 可以极大提高编写JavaScript代码的效率 它提供很多方 很多 它其实是在JavaScript上提高了JavaScript的效率 用一些很简单的代码实现 原来在JavaScript上 JavaScript里面要写很长很长的逻辑 可以让我们来写出的代码呢 更加优雅 更加健壮 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JQuery提供了丰富的插件 也不是它提供 其实很多都是网友自己写的 基于JQuery的一定的格式来写出 JQuery的插件 这样的网上丰富的 现有的丰富的插件 有开源的 有不开源的 会让我们的工作呢 变成 变成是等于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废话过后呢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实战环节 就是用JQuery来写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的应用 这里呢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简单的HTML文档 在HTML文档的头部 我引用了一个CSS文件 就是我们本地的CSS文件 在下部呢 我通过Google这个CDN的方式呢 访问到这个JQuery的库文件 并且载入到页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访问到JQuery的所有的函数了 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经漏得到这个JQuery的库了 这就是全部的JQuery的压缩板 如果大家可以在这边试 $ 如果能看到这个$符号 美元符号 就说明JQuery已经漏得完成了 比如说可以 我可以进行$ Document 这样就可以获取Document 这个就是当天Document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 选择下载方式 把JQuery的库下载到本地 比如说你可以放到任意一个文件夹里 我这里是JQueryLatest 可以用这种方式 Source等于JS JQueryLatest到JS的方式来访问这个Script 下面呢我们来进入这个Hello World的编写 我们准备编写一个非常简单Hello World 就是页面上有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当用户点击的时候 就会出现Window Alert 一个Alt框 上面写的Hello World 这里呢 快快速写完一个Button 这里我们放一个Button里面写的ClickMe ClickMe 好 熟悉JSQ同学呢 可能会知道 如果我们要实现类似的Function 类似的逻辑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 首先需要一个InventHandler 把InventHandler绑定在这个Button上 那么我们就要从页面中 从这个整个这个DoomTray中选中这个元素 加一个InventHandler在上面 怎么用Java 怎么用这块来实现呢 这里我们先加一个 加一个ScriptTag ScriptTag 并且在ScriptTag之中呢 我们 要用到这个Function 这个Dollar符号呢 就是这块给我们提供的所有Function 就是这块所有Function 所有的Function都会出现在 Window Window 到点Dollar里面 这就是这块给我们提供的所有Function 这个就是从这块来的 也就 但其实不需要Window到Dollar 就是在Dollar 也就是Window 可以访问到所有的Function 所有的Function都是在这个Dollar下的 这里呢 我将写 写的是Document Document Dollar Ready 这个函数 大家肯定要问我为什么会 要必须要写一个Document DollarReady 这个之后呢 我在Invent里面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这里呢 大家就把它简单知道 就是 调用这个Function 就是 这块帮我们保证 在调用这个Function的时候 浏览器已经把整个页面 整个Document都渲染完了 也就是 所以我们想访问页面上的元素 都一定 已经在页面上 我们可以访问我们任意想要的元素 好 在这个Function之内呢 我们会调用一个JQuery的Selector 这个刚才我讲过这个Dollar符号 也就是 所有的JQueryFunction都在都在Dollar符号下的 Selector 这Selector就是JQuery选择器 Dollar符号之后的东西都是JQuery选择器 其实大家注意到这里也是一个JQuery选择器 也就是用JQuery的方式来选择到Document 这样的话 在这个FunctionReturn回来的返回的值里面 就不是浏览器自带的一个Document的Object Document的Object了 它就其实是经过JQuery来加工的DocumentObject 这里就会有JQuery自带的一些ReadyFunction 这里面我同样 比如说我们来选中Body 这样就会选中 这样这个就是代表BuildBody 我们这里不选中Body 我们来选中Button 因为页面上现在就一个Button 所以我可以简单用Tag名称 直接定位到这个Button 因为其实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 在这个引号之中呢 其实就是一个CSS 这就是一条等于是一条CSS的选择器 用CSS的选择器 如果页面上只有一个Button 其实只用这个Button就可以找到它了 在找到Button之后呢 我们来给它需要就给这个Button加一个InventHandler 在JavaScript之中 我们知道是任何Element 然后加AddInventHandler来实现的 但在这里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用On 就是这块的一个函数 是在这个Button上面加On Click Click就是Invent 熟悉JavaScript 肯定知道 Click就是Invent名 这个用鼠标单击的这个Invent的这个事件的名称 然后我们调用一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就是Function Function不需要 好这里 这就是Function的回调函数 在回调函数之中呢 我们调用Aler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这样的话我们第一个 实际上我们的Hello World就写完了 我存一下 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Button 当我们点击一下就会调用Hello World 那在讲过Hello World之后呢 我们再讲一个稍微高级点的Hello World 就是用JQuery来实现一些简单的动画 这里呢 为了这个动画呢 来我也来写一个Div 给这个Div的class呢 我可以给它写 写一个 随便写一个test吧 test吧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会给它加一个CSSRule 让它看 让它给大家限定一个它的大小 比如说Wave 是50Pixel 50像素 Height 50像素 这个BackgroundColor呢 我用Yellow吧 50像素好像有点小在页面上 我们来200吧 200像素 200像素 然后呢 我们同样在 在这个DocumentRate里面 里面加另一个function 就是给它加起来动画效果 我们准备让它显示 先消失再显示 好的 我们先同样呢 像刚才一样 我们需要一个选 需要一个选择器 选择到 用CSS的选择器 选择到这个testclass 因为这个页面上 只有一个testclass 所以 只有一个元素是有testclass 所以这个选择器 其实想是可以选择到 定位到这个元素的 然后呢 它呢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height function 就可以把它隐藏了 大家可以看 现在是有的 但是当我 现在是大家能看到 这个方形的div的 那当我存储一下 我的改动之后 大家其实就看不到了 因为它其实显示了一下 当DocumentReady之后 这块调用整个 这个Ready里面的这些逻辑 运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它就被消失 它就被隐藏掉了 这个height function起了作用了 这里呢 其实 这个height function 其实还可以 接受一个参数 就是来 控制多长时间把它隐藏掉 这里呢 我们来传入一千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把它存储一下 大家看 它是用了一秒钟时间 来消失掉的 这块呢 还其实很好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function呢 就是这个方法的chain的功能 就是你在调用完一个函数 一个function之后 一个方法之后呢 它自动给你return 当前的元素 自动返回当前元素 并且在这个之后呢 你还可以在当前元素下 继续调用某些方式 比如说之后再让它显示出来 历史 比如说两秒钟 再显示出来 那我存储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效果 一秒钟消失 两秒钟 再重新显示出来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动画 好 今天的我们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基本上 大家可以了解到 这块的 如何的基本使用 最简单的使用 在接下来课程中 我会详细介绍 比如说selector和invent的 selector和invent 还有这个动画的一些课程 希望大家 继续关注 继续收听 谢谢